大哥他决意断后 叫我带人先走 莫夫 大哥他救过你多少回 现如今他在战场上 说要一个人断后 你就真留下他一个人 咱们楚家兄弟说好了 要同身共死 你怎么能独自狗狂 陛下 其实四殿下一路上 都惦念着您 是吗 有贞 他说什么了 四殿下说 当年他离开京城 被锦铃相当质子时 陛下并没有为他送行 但是他知道 陛下是因为不舍得 所以才没有出现 因此 他从来没有怪您 怨您 他真怎么说的 四殿下在路上 还一直追问摘星 陛下的身体是否安好 是否有了白发 他嘴上虽然不说 但是摘星明白 对于这次可以回来 能够再一次见到他的父皇 与皇兄 四殿下的心里 充满期待 他们都是真的 欺鼓扰我 陛下 这是西北尚好的贡礼 朕的四个皇子 曾经情同手足 都明白空荣让礼 可是如今呢 却是分盟离析 各项心事 去吧 把这离子 给有朕拿去 但愿他能够 明白朕的心意 是 陛下 好些了吗 来 好些了吗 郡主 朕听说 伯王此次脱险 多亏你舍命相求 怎么 伯王可有 好好谢谢你 伯王殿下 是陛下的皇子 自有苍天保佑 殿下可以平安归来 摘星不敢鞠躬 很好 朕看到 你跟有贞恨谈得来 你呢 心又一直向着伯王 朕很希望 你能够居忠相权 就算是 解不了他们的心结 但是万万 不能让这两兄弟相斗 摘星自会尽力 只是就小女所知 大殿下当年是为国捐躯 却不晓得 四殿下何以 对伯王殿下如此敌势 嗯 此时 是有朕的心结 那是最后一次我派赌玉攻进 大哥跟三哥怎么还没来 这里明明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啊 奇怪 殿下 我们几个偷偷跑到战场来迎接大殿下 倘若此时被陛下知道 那该如何是好啊 你怕什么 我大哥一定会帮我说话的 但这里距离战场太近 属下 担心殿下您的安危 放心吧 我大哥英勇无双 有他在 那些敌人肯定闻风丧胆 三哥 我大哥呢 三哥 你怎么独自一人归来 还会真是血啊 我军副将便捷倒戈 驾至敌方偷袭 我军被团团包围 什么 那 那我大哥呢 我大哥人在哪儿 大哥 大哥他决意断后 叫我带人先走 莫夫 大哥他救过你多少回 现如今他在战场上 说要一个人断后 你就真留下他一个人 咱们楚家兄弟说好了 要同胜共死 你怎么能独自狗狂 你们听力 现在立刻跟着本殿下 去救我大哥 殿下 我们只有这区区几个人 这 好 你们不去是吧 本殿下 自己去 殿下 三思汗殿下 救我大哥 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在疑惑 以我大哥的个性 他必然会率领众人突出重围 怎么可能会留在原地等死呢 这根本就不是我大哥的作风 就算 当年是我大哥下令 让伯王苟且偷生 我初友真这辈子 再也不会跟他当兄弟 无奈陛下宠信伯王 听信伯王的说法 我父皇根本就是疯了 居然把我大哥的部队 都交给伯王统帅 要不是我大哥训练有素 伯王怎么可能会百战百胜 让他占了便宜 得了一个王爵的封号 一想到这些 我就来气 这朝廷上下 还有人记得我大哥吗 殿下不必担忧 且不论伯王所为 大殿下为国捐躯 必然会成为一段佳话 名垂青石 宅馨姐姐 就是啊 这当年大殿下之死 伯王所为 江湖上人皆尽之 都说这伯王 冷血无情 看来你这剑伤 还未全好 殿星姐姐 你都伤成这样了 一路上关心你的 是吉冲大哥 你那个名义上的夫君 对你不闻不问 我真是不明白 为何我父皇 总是宠信这个 生性凉薄的人 四殿下 莫要再生陛下的气了 陛下说了 当年大殿下薄氏 碍于战事 国丧只能从前 但是四个月之后 是大殿下的继辰 陛下打算极尽埃荣 以彰显大殿下的功绩 并且此事 将由四殿下主绩 摘星从旁辅佐 此事 当真 我父皇 他总算是做对了一件事 不然我真想会气坛了 报 我父皇 殿下 伯王府派人来说 要接马郡主回府 好了好了 知道了 退下吧 是 还说 那我肯定是 那我肯定是 我肯定是 三个人 你出门 三个人